万说一切法空 上先是佛的侍者 佛身边啊 有阿囊有迦瑟 我们看到就是左右两斜侍者 其实这个迦瑟尊者 做佛的侍者时间很短的 基本上没有在佛的身边 就是洪化一番去了 做大弟子 阿囊确实是在佛的身边 长期做侍者的 然后这个上先比丘啊 也是侍者 他受了比丘戒 但是这个人 佛说他是一场蹄 就是断上根的人 一点上根都没有 佛居然把这样的人 放在身边做侍者 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 简直想不通 你总要调一个好一段 十大弟子那么多水里挑 1250人都是罗汉 居然搞一个断上根的人 在身边做侍者 这佛的慈悲啊 也有人提过这个建议 说佛你给他讲法有什么用啊 你明知道他要下地狱 你还给他讲法 知道他没善根的 佛说 为众未来因 这未来他将来能 因为佛这一生的讲法 他也会因这个因缘而得度 但是这个未来因什么时候就不知道 太久远了 在我们可思议的时间范围内 他是在地狱里面错不来了 那么他这个地狱根性的众生 调皮捣蛋 佛在讲法 讲完了以后 讲怎么这个 善恶因果报应 解脱轮回 讲菩提 讲完以后 他跑过来跟大家说 佛跟我讲了 这一切全是空的 假的 他是在骗你的 就是要你们做好一点 听坏一点 等佛讲完了 他就是到最后 比如说这佛已经走了 他收拾东西 收拾收拾 然后给大家讲一句这个话 大家就心里全不起疑惑了 他就这个捣乱 捣蛋鬼 有时候佛讲法 讲讲一放 他在那里突然喊起来 就像在座的 有人手机吵起来一样 刚刚在讲了 大家听到 真的入神了以后 他突然大叫一声 往这个会场就跑出去 他做事得这样的人 佛还把他放在身边 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用我们的眼光 我们是想不通的 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人 放在身边 但这样的人 他也是深陷 就深深都陷入阿比地狱 这个琉璃王 是以称恨的心 称习 就称恨的心而下地狱 这个上仙比丘 完全是一种愚痴的心 他既没有贪什么 也没有仇恨谁 他就是嘴巴乱讲 好玩 在佛前面 人家在关公前面 耍大刀 他在佛前面 胡说八道 那么这样的贪嗔痴 集在一起 严重的都会下地狱 所以我们从 从这个贪嗔痴 分别相对的 这个果报之处啊 往往往会把称恨 所对的是地狱 把贪欲 所对的是 恶鬼 把鱼吃 所对的是畜生 这实际上是 由轻到重 来说的 因为称恨 你牵手到的会伤害别人 你杀人 骂人 特别是杀人 你伤害到的那个人 是一个生命 所受的这个果报会更严重 贪欲 是你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不满足 不满意自己 所以心不满足 到处贪求 这贪欲的心 所以呢 他比 两个人受苦 要稍微高一点 他一个人受苦 所以说是 恶鬼 那么鱼吃呢 他自己有时候 也不知道受苦 也不知道快乐 就是只有 一个人 他自己 但是也不知道痛苦 也不知道快乐 这个鱼吃呢 就是做畜生 所以 从受苦的层面来说 地狱相对的是 称恨 这个恶鬼相对的是 贪欲 然后畜生相对的 这三读都严重到 像这里面说的这个程度啊 都会下地狱 这三种 三种都会下地狱 然后 中等的 贪嗔痴 也都会 做恶鬼 就是恶鬼道的众生 也是称奇很重的 那我们上厕所 过去讲的这种厕所里面 有粪便的 也有些在厕所里面 吃这些粪便的那些鬼 如果你上厕所不弹子呢 大便拉下去 拉到他头上 他受不了也会生气 气得不得了 就是称恨 习惯 也造成恶鬼道的 暴力 但是那个 这个 一般的是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自以为是的道理 如果毫无道理的 或者说 你这个称恨 是 别人对你 就一点点对不起 打你一个耳光 你呢 就把人家全家都杀掉了 那这个是 一定要下地狱的 如果他打你一个耳光 你生气 也打他两个耳光 这可能就是相当于恶鬼的报应 就下地狱可能不用的 就这种中等的称恨 如果是下等的称恨 别人打你十个耳光 你气不过 打他一个耳光 可能就做出身差不多了 就是 清的 这个称习 贪称痴的三习啊 都在 做出身 这一道就差不多 所以 没有道理的 不讲道理 就贪生痴的三毒 让自己的心 产生痛苦的 这是 会下三二道 如果是 对善法 产生了贪生痴 这可能会做人 在三善道 比如说你 别人做 叫他读书 读书是好事 不读你生气 你骂他 骂他以后 他就读了 这个骂他 也是生气 也是称恨 这个称习呢 就会做人 因为你劝别人 做好事 他不做好事 你生气 这个生亡气呢 他是一种 善心的生气 也会生三道 不会生三二道 所以这里面呢 六道当中 实际上 最值得三毒 那这里面 把地狱的情况 就是严重的 贪生痴三毒 直接就生生 身体 陷入地狱 死诸地狱 这个地狱到底是固定的 唯有定处呢 还是自然比比发业 各个私受 就是我们大家 要明白的 这个道理 这后面讲了很多 实际上 这个六道众生的 果报之处啊 包括地狱二鬼处身 都有贡业和别业 我们人也是一样 就是贡业 是唯有定处 贡业是唯有定处 就是讲 在这个地的中心 我们讲 在地的下面 因为人是堕落 用科学说 就是地球的 地心的吸引力 你越接近地心 吸引力越大 你越不得自在 身心就不能自由了 他确实在这个十方法界 无尽的时空当中 就有一个时空纬度 就是关了那么一大半的 罪业防护 把它关在那里的 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有时候 有些圣人还可以用神通 可以去看 在遥控器一样 还可以电视遥控器摇一下 那确实有这个频道 你还可以收到 如果说各个私受 大家都是自己感受到的 那跟别人无关 别人是没办法看到 所以他 有一个 共业所感的 共同的 这个地狱 那同时呢 有一个别业 别业就是 虽然在同一个地狱当中 他所受的报应 又完全不同 这个地狱里面 我们以前都下过 但是都忘记掉了 一转世 我们又忘记掉了 那么做人当中 也是这样 我们人 就有一个共业所感 共业和别业 这个内容 非常的 庞大 这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 缘起法 你像我们人 所有的众生 包括 无情众生 山和大地 跟我们在这里存在的 我们都有共业 就是地球上的人 都有来到地球的 共业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要 来到这个世界 你跟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 都曾经有 共同的业 共同的频率 所以才在 同一个世界上 出现了 那么在整个世界上 出现了 这是大的共业 可是 这个世界有 东半球 有西半球 有冷的地方 有热的地方 那 有很多的国家 又分开 那么 不同的国家 又是别业 他在那个国家 我在这个国家 我们在这个国家 就有共业 就共同的 在这个国家当中的业 在一个国家当中 又有省份 又有城市不同 不同的城市 就是别业 但是同一个城市 就是共业 同个城市当中 又有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小的区域 所以每一个人和事 非常复杂 有些时候 我们认识的人 我认识的 你也认识的 那我们就有共业 你认识一个坏人 他也认识这个坏人 你们两个就有共业 都认识到他是坏人 但是你认识到他的坏人 这个坏人 对别人觉得特别好 那你跟他就是有别业 他在一个人当中 就分开两半了 对你就特别好 对他就特别差 那不同的业 他会感召不同的频道 就像我们这个电视机的 这个频道一样 就是不同的波段 你发送出来的这个消息 信号 他什么时候会有 共同的 都 纠集在一起 所以这个业力啊 像夜风这个吹拂啊 像风吹过来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这中间他有一定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呢 是一点都不会差错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人 一个细胞里面 我们人有很多细胞 有60亿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 里面所蕴含的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些信息啊 就你读书啊 背书啊 这些信息 一个细胞里面 容纳的信息量 有一千本书 每一本书都一千页 一千页 这个我们这个才几百页啊 我们这个才才 还不到一千页 才七八百页 一千页的书 这么厚一本 一千本 一个细胞就容纳 这么多的信息 我们人有60亿个细胞 有这么多 你说我们 我们这个人体 所蕴含的那个信息量 有多广 但是所有的信息量 每个人体的信息量的 它运行的规律 就是四个基本字母 四个基本信号 所有的信息量 信号量 都是通过这四个 基本信号 来分布组织的 所以它的这个规律 太不可思议 就人本身是这个世界上 最神秘的一个动物 但是其实 其他的动物也是一样 因为它们的生理啊 各种结构 你看人吃饭吃进去 你的整个人体怎么分配 血液怎么流通 你的呼吸怎么来去 这个机器就活着 这里面 它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这个规律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就是一个别业 你就纳入了这个规律 你就做人这个规律 但是我跟你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基本上 所有的信息 这四个基本元素 基本信号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的 这个从遗传基因学上说 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本质 又有很多的区别 就是最根本的那种 遗传基因 从上面遗传下来 科学家都能给你找到 能解释 能破译 你为什么会发脾气 你的祖宗 肯定有发脾气的那个因素 你为什么会很慈悲 你的祖宗 肯定有慈悲的那个基因在那里 他基本上 我们生活当中 表现出来的这些优点和缺点 在我们的基因学上面 基本上都可以给你摆平 一个杀人犯 一定能找到他杀人的那个基因 都能找到 基本上还都相似 换句话说 我们大家其实都有那些基因 但是那些基因 有些没有给他发展起来 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打人 但是那个念头 没有给他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就不打人了 我们现在把修行的这部分发达起来 但是最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 就是测不定的原理 这个测不定的呢 人体基因学也有测不定的 这个宇宙万物的物理学也有测不定的 这测不定的东西 他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佛法就告诉你 这就是夜 这就是夜风 所有的这一切动作 最初的那一刹那 就是夜感而远起 所以六道轮回的这些 外界的三个大地 和我们内心的成就 就是你的行为 造成的那种力量 这种力量看不见 但确实存在 你每天不停的创造 有形的 有像的也在创造 无形无相的力量 在伴随着你 所以到死亡的时候 佛经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长生 所有的一切 妻儿子女家庭事业 全带不走 唯独这个夜 会紧跟着你 实际上你就是在夜当中 夜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一个五蕴的蕴和聚集体 夜会构成一个聚集体 现在就是阿拉耶斯作为载体 阿拉耶斯就是我们 所有的夜的仓库 所有的夜 你现在听课也好 讲话也好 你的任何一个举动习惯也好 都是会回馈到 你的阿拉耶斯的仓库当中 所以这个是 佛告诉我们的 这么一种规律 那么 现实当中 供业和别业 供业 是你能够感受到 大家存在 共同存在的这种 就是供业 别业呢 就是你完全感受 别人感受不到 唯独你自己 才能感受到 所以这个世界很奇怪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 共同生活 总有别业 每一个人的内心 总不能完全百分之百 跟别人分享 有些人百分之十跟别人分享都没有 基本上内心的痛苦 可能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能跟别人分享你就觉得很幸福了 有一个人能听你倾诉 受苦 大部分的苦 是说不出来的 古人讲的 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可于人言无二三 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可能 跟别人讲讲也可以 百分之七八十都没办法跟人说 这就是别业 就是由于你自己的感受 自己才知道 那么修行 解脱 和下地狱 也同样有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当你 受苦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也会受苦 起码你的亲人不愿意看到你受苦 你所受的苦 百分之七八十 或者说 你受苦的百分之百 你身边的人 能感受到你的苦的百分之一二十就不得了了 别人无法替代你 那他能够感受到你 他之所以能感受你 感受到你的苦 也是因为跟你有共业 才能感受得到 如果跟你没有共业 你票楼了 他在那里喝酒也没关系 他不觉得有什么痛苦 有些父母亲去世了 这个子女在家里还摆得很排场 吃得很开心 这就是他的痛苦跟你没有构成共业 没有构成这个共业 解脱也是如此 一个修行好的人 他自己解脱 破除我质了 他自己完全感受解脱的境界 可是他身边的人 能感受到他解脱的快乐的 也是百分之一二十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解脱 好像很羡慕 实际上你看到 如果他真解脱的 你看到那只是百分之一二 没有多少让你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 共业 虽然是共同在一起的 但是由于别业的缘故呢 对同一个情景 完全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空间 我们感觉这个空间还蛮好 可是如果这里还有第三维度 第四维度 第五维度的这个 第三空间的这个众生也在这里 比如说鬼神 他在这里呢 可能如果听到了佛法 他觉得这里是一个净土 是一个莲花 他的心很脆弱 一听到好的法 马上就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有些人在受苦 心里很难受的时候 他一听到佛法 又感动得不得了 就觉得有了佛法 身心很幸福 有些人他息气很重啊 听佛法他不是觉得 这个道理我也懂 他照样抽烟 照样喝酒 肉也照样吃 他对佛法的感受就很肤浅 就一点点而已 那表面上是一样的 事实上他感觉完全不同 同一个空间里面 感受的也不同 这就是别业 所以有些人身体好的人 天气热一点 冷一点没关系 身体差的 如果在一个空间里面 空调调一下 他受不了 跟下寒天地狱似的 有些人还要不停的 这个有的要开空调 有的要不开空调 有些开空调受不了 有的不开空调受不了 搞得大家很为难 就是别业不同 那个同样看到水 水我们说是有个客观的一个世界 一个模式在这里 但是鬼神看到的 这个恶鬼道看到的 人看到的 天人看到的 和鱼鳖看到的 不一样 鱼鳖看到的像宫殿一样 恶鬼看到的是农雪一样 天人看到的是穷江一样 我们人看到的就是水 那不会游泳的人 跟会游泳的人看到水的感觉也不一样 我一看到水我就怕了 那会游泳的人一看到水 他可能跳下去了 我们不敢跳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 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客观的 有 但是客观的 是不是真的很客观呢 其实不是的 都跟你的主观有关系 所以都跟你的别业有关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把这个总原则 共业和别业 体会到了以后 接下来看 佛 这个阿南怎么请求 请佛一定要开示 说围垂大慈 发开同盟 令诸一切持戒众生 文决定义 欢喜顶待 紧接无放 这个阿南的用心啊 可谓良苦 就这里面 最怕什么呢 里面讲 无我了以后 最怕无我 那么杀到淫万也是无我的 那就任意杀到淫万 吃喝玩乐去了 所以最怕这样的人 在座的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那我罪过就大了 不过也不在我的罪过 因为我没有叫你这样 就是一切法无我 你是要去体会 无我的境界 当你体会到无我 见到无我以后 因为我而引起的贪嗔痴 反而没有掉 你的生命就纳入正规的轨道 你千万不要拿着一个 无我的招牌 然后给自己做犯错误的借口 在那里 看到众生的肉拼命吃 还觉得别人不吃荤 是执着 真正有菩提心的众生 他确实发自内心的不冷心 是众生的肉 他是众生 你自己的肉你能吃吗 你吃不下去 你一想到他是一个有受苦的众生 他的生命在死亡的时候 是充满了仇恨和痛苦 你还忍心说 哎呀 这个肉还挺好吃的 你还能好吃得起来吗 所以真正发菩提心的众生 绝对肉是不吃的 一定要吃松 但是如果你菩提心还没有发起来 慢慢来 但是你听了大乘法以后 也起码要生惭愧心 要知道自己这个夜暴如此 智慧还没有开 还没有见到无我 你这个窜息恶息还在 习性难改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要生惭愧 所以阿南就告诉 就是请这个佛啊 说为愿 佛徒啊 能够垂世 他垂 就是从向上到向 这叫垂 垂世给我们 大慈发开 为垂大慈 就是把大慈悲 垂世给我们 开发 发开就是开发 把我们像儿童一样 蒙蔽无知的状态 打开 我们大家都是佛的儿子 所以叫同盟 小孩子还没上学之前 叫同盟 盟学教育 就启蒙 让佛徒来启蒙我们 另一切众生呢 另一切特别是持戒众生 佛的弟子 都是持戒众生 因为你受三归一 就要持三条戒 五戒 受了戒都要持 所以 因这些受持戒律的 想修行的众生啊 闻决定义 记住啊 闻决定义 这决定就是 诸法 决定是 无我的 不是别的决定 就是一切法 确实无我 确实不生不命 包括 杀到淫妄 三途二道 六道轮回 十方法界 没有一个法 是有我的 你要有这种观念 看到了 叫决定 无我的道理 所以 所以一切众生啊 持戒的众生啊 听到决定 无我的道理呢 都能够 欢喜 顶拜 顶 是最高的 就是你 见到了无我以后 你就知道 从 以前 我们总认为 有个我 现在开始 你认识到了 原来一切法是无我 这就是你人生中 最高的享受 你如果去体会无我 你马上会 会有一种 俯视的感觉 能够看到 三界六道 因果轮回的 这种规律 这就是你自己的智慧 会提高到很高 所以 这个高度 就是你的 用顶 去受持 顶带受持 一直放在我 最高的顶上 像戴帽子一样 戴在头顶上 紧接无放 这顶带 欢喜顶带 紧接无放 这两句 是放在一起的 关键 关键就是 怕我们 听了无我的道理 然后就放戒 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是顶带无我 你是顶带 贪嗔嗤 慢语 因为你放 放这个杀盗淫妄 肯定是贪嗔嗤 所以 无我的道理 要能顶带 那顶带了 一定不能是一个借口 即便是理善的明白 理解 还不是见到无我 而是你听懂了 觉得一切法 可是真是无我的 你哪怕是一种 理解 你也要让自己的 第六意识 创造一下 去感受一下 无我是一种什么状态 然后去体会 无我的状态 这个时候 你的贪嗔 是不是 就不生气来 要这样子去体会他 就是理解 也是点半 也是以最高的这个心 去理解他 那么关键的 理解的人 他做不到 习气来了 有时候会随习气转 然后还反过来 正好有借口 打别人 还说 是无我的 你还痛什么 别人挨打的 痛了半死 他说是无我的 他自己不管 就这样的心态 是扭曲的心态 我们以前在这个 就佛学院里面讲课 讲这个天台原教的时候 因为原教的最后的 大开原解的境界 就是一切法都是圆满的 哇 这个境界太厉害了 但你感受到三福二道 一切法都是圆满 他内心那种圆满的感觉 就完全生起来了 然后在他的生命中 就看不到不圆满的 所以他就不需要有贪 也不需要有称恨 也不需要有鱼吃 贪称吃不起来 这是直接受用的境界 最圆满的境界 然后有一个学生 听完了以后 他第二天就不上早课了 老师说你怎么不上早课 他说我不上早课 也是圆满的 这是法师说的 然后这个叫这个 班主就问我说你这个课长呢 人家学生已经有效果了 什么效果的 他不上早课了 这东西怎么办 他问我 我说那你就按规矩去办吗 你该开除的就开除嘛 开除也是圆满的嘛 是不是 一切都是圆满的嘛 因为这一切的圆满的概念就是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的因果的规律是始终伴随着的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胆量说 我下地狱就是圆满的 那你就下地狱去 没有关系 你说我在地狱里面去救你去的 那也可以 有地狱的因 到那地狱里面反而去救人 别人在地狱里面受苦 在那里哭地喊娘 你在那里说 这个还不错哦 蛮舒服的哦 你旁边的受苦的东西看看 哎 还不错 我也不苦了 你看我们不是修苦行吗 我们一修苦行了 有些居士 看看哎呦 师父都这么苦 想想我还蛮幸福的 他的苦就少了很多 那我们过五不食的人 也有这个功德啊 我们过五不食 那个饿鬼到一看 哎 人的福报这么大 他都不吃 那我没有福报 我不吃很正常 他这苦的感觉 马上就消失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胆量说 圆满的可以下地狱 在地狱里面受苦也没关系 那你就下去 但是如果你把握不了 一旦进去了 你是想出来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里面呢 一定要记住 就是欢喜顶带的是 决定无我的意义 而不是贪嗔痴吃 不是随着自己的习气和我见 作为自己的顶带受持 如果没有以我见习气 贪嗔痴吃 作为你的遵守的规则 那你就会紧接不放 就非常谨慎 保持清静的身心 不去犯戒律 不会犯错误 特别是不像前面的贪嗔痴 严重的下地狱的程度 就绝对不能生其邪见 这是阿南为我们末法众生 他知道末法众生会犯这种错误 所以就特别请求佛陀开示 这中间到底是一种什么规则 既然无我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展现 既然无我一切法事 不生不灭不曾存在 为什么六道轮回又婉然的 呈现在这里 这个接下来就是佛陀赞许 赞参阿南 大家看经文 三百五十四页道书第二行 佛告阿南快在此问 令诸众生不入邪见 如今地听当为如说 这是赞许阿南 说快在此问 此问阿你这个问的实在是太痛快了 问的实在是太及时太好了 你这么一问呢 就会令这些听法的众生不入邪见 这个不入邪见就意味着哪一类众生呢 就是你讲到无我的时候 可是你没有见到无我 还是停留在我见的防复阶段 可是你听又听到了无我了 这个时候你会以自己的我直分别 我见的妄想分别 去分析这个无我的道理 然后乱分析 就产生邪见 所以破见又破见 把知见上也搞错了 这个佛就是看到不让我们众生进入这个邪见的状态 这个邪见特指前面的三种 贪嗔痴吃 为贪嗔痴 找借口的人 我们看 木法时期 有很多的邪教圣行 邪教圣行的根本标准 就是邪教的教主 负责人 提倡的那个人 他一定是以贪嗔痴 作为他背后的动力 你如果观察到这一点 那个教主如果是以贪嗔痴 作为动力 然后不管他找什么借口 他说自己修行功夫好也好 有神通也好 能算命 能治病也好 不管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他的背后 如果以贪嗔痴 作为内在的动力的 全部都是邪教 那我们大家就很清楚的 就有慧言 可以看到他 那么 有人 也会以佛法的名义 包括 现在 像这个 我们提到的 千海无善师 这些台湾的有一个消瓶石 还有一个什么 叫什么 亦云天 是吧 亦云高 四川的 前几年 有一点影响 这几年都没听说了 听说可能也是被 被这个取缔掉了 就这些人 他活动的背后 其实是干什么呢 是营造 自己个人极端的 避忘 有贪欲的人 他一定会有强烈的称恨 因为他 他就有跟别人争夺 资源 争夺资源就会有矛盾 有矛盾他就会指责别人 就极端的称恨 有了称恨 他讲话就乱讲 胡讲 所以就有鱼吃 所以背后都蕴产的 贪生吃的三国 用这个去看呢 要深入的了解 那有些人 他在初始阶段 还未必能让你了解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自己 千万不入落入 这个贪生吃的 邪教的邪见当中去 因为你修的是正法 但是如果 你的内心的贪生吃的根没挖掉 特别是观察无我 想着想着无我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样 好了 你的习气又重 然后就随习气去 就借机行事 就为贪生吃服务了 所以这里面呢 在我们自己修行上 也要看到 就千万 宁可 千日不悟 不可一日着魔 宁可这一生不开悟 也不要这一生就进入邪见 而一旦进入邪见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就变成外道了 而且以后的道路 就往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这里面呢 佛又更慈悲地 为我们分析 这个六道轮回的情景 就是六道轮回的前因后果 地狱二鬼畜生乃至六道 生死当中的前因后果 然后你修行人 产生那种 很好的境界 那些境界的前因后果 这包括后面的五十阴谋 都要详细地给我们解说 所以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大家自己要修行呢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这下面呢 就是分开三个部分 就是正式要解决这个地狱的问题 先是总说 分两种 就是情想别事 分为内分 外分 一个是存杂的深层 就是感情和理智 这两种的不同 情感上的执着 和理智上的 智慧上的开发 它的果报如何 然后这个 情感也有纯情 有纯粹是情感 有些人就是凭感觉生活的 有些人呢 他在凭感觉的同时 还要坐下来思考思考 想通了 再去做事情的 就这些 这个差别的现象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这我们看 佛在告诉我们 大家继续看经文 阿难 一切众生 十本增进 因彼妄见 由妄喜生 因此分开 内分外分 这是总说 情感 所以一切众生 从 他的实相上说 从他最实际 最真实的 本来面目来讲 十本增进 就是我们大家 一切众生 包括地狱众生 他的最真实的这一面 原本是清净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虽然我们无量节来 到了很多的恶意 在这里轮回受苦 但是我们受苦的那个 是虚幻了一个外壳 它的内在的和 本质 是完全清净的 因为我们有 正因佛性 所以 这个原本清净的真心 为什么会有轮回呢 因彼妄见 就是妄想 虚妄 错误的知见 从解脱到 讲 就是我见 因为 本来 没有自我 可是我们觉得 有一个自我 就这个自我的 这种感觉 是个虚妄 本来没有杯子自己 我们只觉得 他有一个杯子自己 就这个感觉是错误的 不是说杯子在这里 有什么错误 有些人认为 杯子要是 哇 我把他打碎了 那你就没有用的 实际上是 你对他的感觉 有错误 有错觉 那这种感觉呢 在这个观念上 就是贱 观就是贱 所以一个人 人生的痛苦 就是两大类 第一类的痛苦 就是你观念上的痛苦 观念上 你去比较 跟人家比较 老跟不如你的人比较 越比较越痛苦 然后老跟 比你好的人比较 你觉得不如人家 你就很痛苦 那比 不如你的人比较呢 你就在那里傲慢 还是在那里痛苦 在观念上 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 有一半的痛苦啊 都是观念上带来的 像有些人觉得 胖起来很难看 一定要减肥 这完全是一个 观念上的痛苦 那么第二种呢 是行为上的痛苦 就是做法上 行为上的痛苦 就是你 这个东西吃坏了 肚子痛 那就是很痛苦的 不舒服的 这是你行为上的痛苦 你打别人了 别人不肯 找你麻烦了 是行为上的痛苦 所以 观念和行为 在关键的地方 还是观念 在前头 所以说 因比万 见 错误的观念 有万习生 这个万习 就变成是行为了 我们讲习气 就是你的行为 有一个惯性 这个惯性 在你行为当中 表现出来了 这叫习气 如果 这个惯性 没有在你的行为中 表现出来 比如说 你可能曾经 打过人 骂过人 曾经很坏 可是现在 你学佛以后 你心里面 也没有想那些坏的事情 身体也没去做 嘴巴也没去讲 那么那些坏的习惯呢 就没有呈现出来 万习就没有生起来 错误的行为 就没有表现出来 那如果你观念上 要改变 不去做了 他就不会出来 观念没改过来呢 你还会继续错下去 所以 先是有万习 应比万见 先是有万见 然后才有万习 错误的看法 导致了错误的行为 因此呢 就分开了 有内分和外分 这两种差别 内分 是我们的心 精神 外分 是外在的 内分是什么呢 经书里面说 阿难 内分 即是众生 分内 因诸爱然 发起忘情 因为贪浊 贪爱 染污 无名的染污 不懂得真相 发起了一种 虚妄的 不切实际的 执着 情感 这个情 就是一种情绪 因为你没有看到真相 在内心又有贪浊 所以产生了一种 幻觉 那当这种幻觉 产生以后 情急不休 这个幻觉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看那吸毒的人 就是吸了一次毒 觉得感觉很好 然后越来呢 越想要这种感觉 吸毒越吸越深 所有的爱好 可能都是这样 一开始都没有一个 特别让你爱好的 让你喜欢写字的人 越写在里面越找到快乐了 所以在里面就 情急不休 特别是男女的情感 也是如此 你对于财色名利 五欲六成 都是如此 你越贪浊 越有感觉 越有感觉 积累不休 不停止 能生爱谁 这是下面有讲的 事故众生 心意真嗅 口中水出 心意前人 或怜或恨 目中泪淫 汤求财宝 心发爱贤 具体光润 心足形影 男女二分 自然流液 安然 诸爱虽别 流洁是同 润失不深 自然重罪 此名内分 就是这个贪欲的心 是从万鉴而生 由于你执着自我的真实存在 也执着你所要的东西的真实存在 这个执着 产生了以后 那内心就会有一种 又有了这种执着 就有分别 有分别 就有喜欢 与不喜欢 所以有这个 诸爱的 染污 然后生起一种情直 情直不休呢 就内在自然就有身体 就有反应 所以心里一想着 好吃的东西 口水就出来了 一想到阳眉 口水就很多了 是不是 那么心意前人 就想到古人 我们一想到古人 或者说 想到前面的人 都可以 那看到他好的 你会灵敏的心 生起来 或者想到已经 过世的人 如果不好的 我们又想到有仇恨 所以眼泪就会 留下来 想到自己的父母啊 亲人啊 过世的人 有情感的人 跟你如果没有情感 你对他没感觉 没用的 有感觉了 他自然会产生 这种反应 那么贪求财宝 心发爱贤 心里面 自然会有一种 欲望的动力 会滋润你的身体 说 具体观论 所以你看看 哪个人满面宏观的 是他求财的心态中 可能 当然 我们看到很多 做生意的人 他赚到钱了 那个时候就 宏观满面了 钱要是没赚了 可能就 满面哭搞 所以这个 也有经验的 我想起来小时候 我这个 我爸爸在外面 做生意一回家 如果看 我妈看到他 这个满面宏观 笑嘻嘻地回来 我妈对他就 不客气了 家里的什么苦啊 就要让他干了 如果看他一回来 无精打采的 我妈就对他 特别客气 就知道他没赚到钱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经验 就生活的经验 那么人的这种 心花怒放 就是你有所贪着 有所求的时候 内心自然会产生 那么淫欲的心 也是这样 淫欲心生起来 这个内分泌呢 就会产生 自然有反应 所以佛跟阿兰说 说阿兰呢 诸爱虽别 你贪财 贪色 贪明 贪情感 虽然各有差别 但是流解是同 你内心 对贪欲的东西 产生了舒服的感觉 是一样的 有些人 贪财的人 看到全眼睛 就发亮了 有些人 贪色了人 看到美女 就眼睛发亮了 所以这些呢 虽然对象不同 但是贪心给你带来的 内心的这种流动 是一样的 所以流解是同 这个解 就是根和成勾结了 流就是你内心在流动 流动用水来形容 湿润不深 这润湿不深 就是水的性 是自然从坠 是坠落的 水性 地性 都是下坠的 就地水火风 这四性 地和水是往下垂的 火和风是往上升的 心像风一样 你的生命就往上走 你心像水一样 你就往下流 如果你心很慈悲 那你会变得很谦卑 也像水一样往往下流 有慈悲 你就有情感 绝有情 也是像水一样 往下流 你会变得很谦虚 很低落 然后如果你内心 有贪图的东西 你也会变得低声下气 所以一个低声下气的人 肯定是有所求的 你要小心一点 到你前面 跟你低声下气的 他肯定是想 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觉得 这个欲望 在那里表现出来 他的心必须要小心 如果他不想 在你这里 得到什么好处呢 他就跟你理直气壮的讲话 不需要低声下气 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就会把自己的生命 往下坠 这是内分 就是内在的身心 有这种反应 第二是外分 说阿难 外分既是众生分外 在众生分之外 因诸可养 发明虚想 想既不修 能生圣气 事故众生 心持境界 举生 轻轻 心持咒应 顾盼雄意 心欲升天 梦想飞局 心存佛果 圣经敏现 事善知识 自清生命 阿难 诸祥虽别 轻轻事同 非动不成 人自然超越 此名外分 这个内外 说白了 内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外 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的 产生的贪心 围绕自我 那你就是会产生 流水啊 这些往下坐的情况 下坠的情况 那如果向外 去求 心向外求 我们不是学佛要向内求吗 他告诉你 你的心要向外求 这个外不是指心外 是指在我执之外 你心不能围绕自我 在自我之外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外分呢 就是在众生分外 因为渴养 就是渴望和仰望 发明虚想 虚想是什么 就是你因为渴望 你的那种想象 都是假的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人 很了不起的人 要过来了 你就会在那想 这个很了不起 怎么怎么了不起 把他想的跟神仙一样 跟佛一样 然后你心里面呢 自然就越来越觉得感动 感动得不得了 有一次 这个我在中国福建 刚去的时候 开学典礼 那个赵普出 从我前面走过去 我全是在那里发抖 因为原来我听过 他的名字 觉得他很了不起 人家都说 他是唯摩杰菩萨 是居士的大菩萨 哇 这个唯摩杰菩萨 来说 你说你不发抖都不行 实际上 如果你不知道 他是赵普出 可能你一点感觉也没有 所以这就是 你心想到外面的 一个事情的时候 心里自然就 发生这种变化 就发明虚想 所想的那个 虽然是虚的 只是你脑子里面想而已 但是想机不休 你管一个念头 散过去是没有力量的 你不停地想 不停地想 好了 能生圣气 这我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会发抖啊 那个气在这里起作用呢 圣的气生起来了 你见到有些人 见到我也会发抖的 我见过有些人 他拜佛拜下去都不正常了 拜下去站不起来了 在那里 那他可能想着师父 多了不起 多了不起 其实也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就在那不停地想想 想到越了不起 你心里会激动 所以呢 能生圣气 因为我们持戒啊 念佛啊 用功为什么身体 四大会在调啊 这个圣气会在那启动 尸故众生 心持境界 举身轻轻 你看 你持戒清静 为什么持戒清静会举人 首先你知道 你持的是佛界 你持这条界 以后不会下地狱 你会升天 你会因为持戒而得定 而开智慧 所以在你心中 这个持戒的分量很重 持戒是使你生命提升的 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你的身就轻松了 就会提起来 心持这个咒印 就是密宗 持守应 接守应 持咒 顾盼雄意 这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你如果接手印 持咒修密宗的人啊 他心里很 左右顾盼 看事情的时候 他非常的 这个雄猛 很有威德 很坚毅 说话就很坚决 我们今天还想说 看那个战传 佛教翻译的那些书 我们看起来觉得 他很真诚 为什么是这样 古记就是持咒的缘故 他们都持咒 那个声音 很洪亮 因为讲话的声音 都非常洪亮 那么那个洪亮 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真诚 非常恳切 用雄意这两个词 可以形容他 很坚强 很斩钉截铁 心欲升天 你想到升天了 是梦想飞举 想升天 想上升的人 所以梦里面会飞 你想这个梦里面有飞的 说明你心里有 跟天道相应的 这个功德 那先存佛果呢 就圣剑会现现 你老想到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的情景 就会现现 这个观想也能观到 是善知识 就是你知道 这是善知识 在他身边 为他做事情 这就是 对自己的身体 都会看得很轻 自轻生命 哪怕我的命 为他都觉得是值得的 这就是亲善知识 所以说阿南啊 各种想法 虽然是差别不同的 但是 轻举是同的 因为你把 那个以我为中心的 这个我 放下了 你想到的是 我以外的东西 而且我以外的 那个东西是好的 你想的不是 你要藏有 所以如果你想到 你说 那想外面见解啊 想佛果啊 那你如果想一个 你的恋人 是不是也一样呢 想身外的 恋人 那个恋人 是你要的恋人 是围绕自我的 所以它是一个 堕落的行为 如果你把自我 消除以外 所以慈悸啊 这个身天啊 佛果这些 跟自我都没有关系 要把我 是破掉的 所以它是一种 这个 轻举 是同 所以非动 不成 它就会 飞起来 动起来 而不会 沉醉 这就是一种 清静夜的夜风 可以吹拂我们 使我们不成罪 而得到生 生 不会沉下去 自然能够超越 就是超越我们 现有的状态 在这里面我们就 反省一下 就知道 为什么念佛 持诸 持戒 观想 修止观 这些法门了 目的 就是把我们 那个我子啊 以我为中心 产生的贪生痴 方向给它转过来 一个是众生分内 为自己的 一个是要众生分外 去观想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呢 就是我们身心以外 无我的 这种法 与法相应以后 你的生命 越来越轻松 境界越来越高 也同时 越来越自在 这个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们下一次再讲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从恩 下祭三菩菩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敬此依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